你可能也觉得今年入冬以来的天气真的有点怪 其实今天是节气当中的大雪 应该是有点冷才对 但是却一大早就艳阳高照 新北市的板桥还在中午出现摄氏31.2度的高温 创下了当地历年以来冬天的最高温 气象局表示在南方云系逐渐远离之后 花东地区的降雨减缓 北部也转为晴朗的天气 各地气温快速回升 在板桥区更是一度达到31.2度 另外台北市也出现了30.4度的高温 但是这样的天气说变就变 今天入夜之后有冷气团报道 北部除了下雨之外 气温也会一路下降 尤其是日夜温差很大 预估明天入夜之后的低温下探13 14度 周末更会再降低到只有11 12度